迪丽热巴失水后,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这样的嘲讽 当年与其共同角逐事后的还有樱桃、孙丽、刘涛等一众十米女演员 可最后奖杯却落在了迪丽热巴的手上 更讽刺的是令其获奖的还是漂亮的李慧珍这部剧 制作水准和口碑皆不如人意 而如今四年一届的精英奖皆不在即 不知道热巴此次是否能凭借实力斩获大奖呢 虽说实力受到过质疑,但热巴的颜值却一直无懈可击 在一场直播中,热巴用了美颜特效,十分的俏皮 但是在直播途中,热巴却不小心手滑,意外关掉了美颜的功能 这一刻更是有不少粉丝们纷纷留言 导致直播间的服务器反应不过来,直接瘫痪了几秒钟 从这一幕我们可以看出,热巴的粉丝确实不少 但热巴并没有丝毫紧张,索性就不堪美颜了 看到热巴白皙的皮肤,不少粉丝纷纷感叹 热巴这也太好看了吧 热巴 热巴